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瑶瑶 我喜欢你 我们坐这儿吧 好 瑶瑶 瑶瑶 我喜欢你 马上我就要回去了 那我陪你一起走 那我陪你一起走 你陪我回去干嘛呀 我可没精力照顾你 可是你别担心我 语言就是这样的 说过去就过去了 等这阵风过去了 你再回来 游戏啊 咱们这次回去啊 首先跟张总啊 好好道个歉 态度诚恳一点 稿子我都帮你写好了 然后就是找个时间啊 挨个去拜访下广告商 小之以情 动之以理 然后就是那个 大叔 教授 我叫毛瑞 毛 毛 叔叔找你有点事 那我 回去了 我 如希 要注意安全 好 好 距离游戏公布恋情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网民已经逐渐丧失 对他的讨论度 连续半个月跌破 话题榜前一百位 之前建立的粉丝基础 不 已经遥遥欲追了 此外 游戏私自公布恋情的行为 引起了广告上的强烈抵制 他们认为 跟一个没有欺乐精神的 艺人合作 就像是爆了一个定时炸弹 没人干冒险 张总 从游戏目前情况来看 如果继续在公众面前活动的话 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应该让舆论冷静一下 我等一下 什么叫做让舆论冷静 不就是雪藏嘛 露西 你把话说得这么好听 说吧 你有什么剧情 那就 雪藏吧 张总 我不是说了吗 别给我打电话了 刘老师 小 刘老师你在哪儿 小木头 我现在在片场呢 三分天下 不是复工了吗 我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 导演叫我了 我先过去了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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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躇个儿 走 我都知道了 你回来是添乱 我自己的事 自己解决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不想让你觉得我没用 也不想让你和我 就面对这些烦恼 我不想 我想你了 雪藏就雪藏 我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你们谁都管不着我 来 我扶你起来 我们回去睡觉了 你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回房间睡觉呀 我 我还能喝啊 睡觉啦 游老师 我现在给你放个热水 洗个脸 你是不是 我的粉丝啊 游老师 是不是嘛 妈 是 我喜欢你很久了 而且我是你粉丝群的群主 那你喜欢我什么呀 没人能躲 我喜欢你 在我难过的时候 陪在我身边 在我危险的时候 躺在我前面 喜欢 你给我做的辣子鸡 喜欢你给我煲的汤 喜欢你给我煲的汤 喜欢你在我生病的时候 喂我喝药 我给你包裹 可我却猜不到 伤心的未来 我不愿放开 这一段情爱 就像鱼儿背不开 就像鱼儿背不开 只能将名字句活开 游老师 早啊 早饭马上就好了 快去洗漱吧 早饭 关于血藏的事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我是想等心情平静下来以后 再告诉你 我知道 你是不想让我一起难过 游老师 两个人在一起 不管是开心的 还是不开心的事情 都是要互相分享 互相承担的 我倒宁愿你是因为 开心的事情不告诉我 自己偷着乐 也不想让你自己一个人难过 以后不会了 吃饭吧 我去 闻亲 凯 continues 我不客气 不忍律 da 别人 我 我 酒